那个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咱们就开个小会 都挺忙的 我长话短说 华满地产董事长的夫人啊 乳腺癌又复发了 说在其他医院 诊治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想转到咱们医院来 继续 诊治 华满地产的董事长夫人 你说的该不会是哥血红吧 哥血红 这 怎么会有人叫这样的名字 她是乳腺癌复发 干嘛不去乳腺科 肿瘤科 拉咱们急诊干嘛呀 这样啊 不管人家什么原因 既然人家信任咱们医院 咱们就不能辜负别人的信任 对吧 而且姜院长特意也交代 说咱们一定要拿出 咱们同山医院的热情来 热情 怎么这个热情法 我知道了 我听基建科的人说 有人打算给咱们医院 捐一栋新的化验楼 说的这个人 该不会就是哥血红吧 那人都掏钱了 咱们当然要伺候好了 什么叫伺候啊 我们对患者热情一点 不是应该的吗 再说了 人家给咱们捐楼 也是对咱们医疗事业的支持 我们理所应当 反馈一下我们的热情嘛 说的真冠冕堂皇呀 这个不管了啊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这个患者呀 对咱们主持医生的资历 他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跟姜院长 慎重地商量了一下 准备由萧苑医生 来接手 葛雪红这个 葛红这个病例 你没意见吧 不是 你们聊得 好好的说到我 主任 主任 我这边手头患者还挺多的 要不你的患者 让谈话给你盯着一些 主任 我觉得 急诊跟ESCU的功能 您比我了解 这个 萧嫣 主任 我刚刚也听你们聊了 什么捐楼之类的 我们也理解 您的工作有难度 但是这个病人 我接受不了 我 我先去查房了你们聊 我 主任 我 既然萧嫣她比较忙 那 虞然 要不你接受 我 主任 我这资历 估计 葛雪红看不上我吧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我来吧 请不吝点赞 你 我 你 这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他其实很有罪名心的呀 不诸问你就好了